现在你告诉我你的烦恼 然后我帮你忘记它 人总有不可告人的意义 用我这个宝贝 忘忧 据说这个宝贝能使人忘记忧愁 忘得真好 真的可以让人忘记烦恼 不信你可以试试 我是专门帮助别人消除悔恨 还有罪孽感吧 我没有烦恼的 我很开心 消去烦恼的人 就如同一张白色 你说什么 他就信什么 你是写什么 这饼吧 我才是饼 我才是饼 小心啊 除非要再一次的袭击我们的村 你们的老婆也死在了他们的手上 原来我有老婆啊 你不生活还绝世五分吗 怎么会怕那几个头 这次要做着牢高一点 我是个独属人啊 不要让人家说 我是个快指手 我喜欢当游戏 非人送信 非人送终 我都喜欢 为什么真的有点险 你把全村的记忆都消费了 是骗子 我就是啊 是骗子 那娘子送给你 你娘才写信给你的 我就是当年在武当山下 连币九大高手的 胜券小生蛋 还是骗子